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龙小宅 接下来我们继续微信小程序课程的学习 上节课我们把小程序的配置文件都全部的给大家讲完了 回忆一下index.json, logs.json 这里统称为页面级别的配置文件 里面呢只可以进行一些样式的配置箱的设置 在app.json之中呢,我们可以对整个小程序中的很多其他的项目进行一些配置 比如说页面的数量,然后type bar,这个切换的选项栏 还有网络食言,包括debug这个配置箱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配置 今天的课程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学习微信小程序的逻辑层代码 逻辑层指的是哪一部分的代码呢? 实际上指的是gs文件里面的代码 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讲解的就是gs文件里面各种各样的代码如何来进行编写 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 我们进入文档 点击开发 点击下面的这个框架 今天呢,我们来讲解逻辑层这部分的内容 首先打开逻辑层 这里面简单的对逻辑层进行了一个介绍 建议大家课下仔细来读一读 这里面非常有意义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提供丰富的API 大家来看 在这个子切换栏里啊,有个API的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的内容呢,实际上它也属于逻辑层 那之后呢,会给大家讲解一下API指的是什么 我们先从最基础的逻辑层代码开始讲起 大家点击左侧的注册程序 我们来看看这里的内容 好,APP这个函数呢,用来注册一个小程序 大家看好,它是注册一个小程序 APP这个函数在哪使用呢? 我们来看 打开微信开发者工具 点开APP.js 大家发现在APP.js里面是不是用到了APP这个函数啊? 仔细来看 所以APP.js是不是干了一件什么事啊? 注册了一个小程序对吧? 好,它呢里面可以放置非常非常多的配置项 当然这不应该叫做配置项啊 叫做一些基础的全局的函数和全局的生命周期函数 那分别有些什么样的函数可以写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 对于小程序来说 首先小程序有一个生命周期函数叫做onlunch 说到生命周期函数呢? 我们先要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什么是生命周期函数呢? 学过react或者学过view的同学们呢? 应该都知道 它指的就是一些勾子 勾在某一些代码具体的一些执行点上 也就是说 当我们小程序 比如说这个onlunch的方法 我们来解释一下 当我们小程序一旦被放到内存之中进行执行的时候 onlunch这个生命周期函数就会自动的执行 它呢是挂在这个时刻上执行的 它是最也叫做一个生命周期钩子 我们呢来看一下onlunch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怎么去使用 复制一下onlunch 我们把onlunch放在app.js之中 当然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已经有了onlunch这个代码 为了呢我们讲解课程的方便 大家现在做一件事情 可以把app里面所有的函数都删除 同时把index.js里面的这些东西也删掉 还有logs.js里面 配置这个函数里面的这些具体的项目 我们也给它删掉 都是没关系的 删掉之后呢 这个页面就没有任何的逻辑了 每个页面没有任何逻辑 小程序也没有任何逻辑 我们就从一张白纸开始把代码一行行的进行编写 在app这个函数里面 首先我们可以定义一个onlunch的项目周期排数 这里我们用es6来编写代码 onlunch 好了有的同学说es6不是特别懂对吧 那么其实onlunch口号加一个大口号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onlunch冒号function 这块因为现在既然学了小程序 我们就尝试多使用一些新的技术 所以我们就用es6来写我们这块代码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自己可以上网上找一些es6的教程 来补一补这块的课程 或者随时给我提问 然后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 在onlunch这里我们可以写一个console.log 我们把控制台清空 然后刷信一下影 onlunch是不是就输出去了 好了当我们来回切换页面的时候 大家看onlunch有没有再出现 是不是没有再出现 也就是onlunch是什么意思呢 小程序一开始没有执行 当小程序执行 把小程序放入内存 开始执行的时候 这个时候onlunch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会被触发 第二个生命周期函数呢 我们来看叫做onshow 我们来看一下onshow这个东西是什么 大家打开编辑器 继续往下写onshow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好写完了这个呢 我们来打开这个控制台看一眼 刷新一下页面 是不是onlunch和onshow都会显示 然后我们来回切页 你会发现onshow 是不是也和onlunch一样不执行 然后我再刷一下页面 onlunch和onshow又一起出现了 乍一看 好像onlunch和onshow执行的时间都是一样的 只要小程序放入内存 是不是它都会被触发 但是实际上二者是有区别的 举个例子来说 当我们打开了一个微信小程序 这个时候你突然想给好友打个电话 是不是你要先回到桌面 然后打完电话再回到这个小程序之中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如果你退出了这个小程序 回到桌面打电话 再回到这个小程序的时候 onlunch不会再执行了 而onshow会执行 这是为什么呢 你回到桌面去打电话的过程之中呢 实际上这个小程序并没有从内存之中被释放 然后你重新回到小程序的时候呢 实际上并没有创建一个新的小程序 而是使用内存之中以前的我们的那个小程序 那你没有重新去使用内存 onlunch就不会是不会去出发 但是小程序从退出到展示这个过程之中 onshow这个函数是会重新执行一遍的 那如何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区别呢 大家来看 这有一个后台的按钮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后台 实际上就是模拟了一个什么操作呢 我们在手机上回到手机桌面的这样一个操作 点击一下 来 这个时候呢 他给你这么多的选项 比如说原因是什么呢 你现在退出了这个 你现在回到了桌面 你呢 假如假如说想重新通过微信进入到你的这个小程序 我们点一下 不管什么渠道进都可以 你只要重新回到这个小程序就行 后面我们会对这些东西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那大家现在怎么理解呢 点击这个就可以让我们从桌面再回到刚才的那个小程序 点击一下 哎 回到刚才小程序 大家看 是不是on show这个方法被执行了 但是on launch那个方法并没有执行 原因是小程序这个时候在内存里 他已经被创建了 不需要重新的为他开辟内存 只要不重新开辟内存 on launch就不会重新的被执行 on show就不一样 只要页面重新被展示 on show这个生命周期函数就会被执行 这块内容希望大家把它掌握好 说了这两个生命周期函数呢 还有两个生命周期函数 一个叫做on head 啊 sorry 还有一个生命周期函数啊 叫做on head 我们来看看on head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它是什么时候执行的 复制一下on head 我们到编辑菜单 在app.js之中 写一个on head的生命周期函数 console.log on head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调试这个按钮 回到调试这个页面 刷新一下页面 首先on launch和on show都会执行 对吧 我进入后台相当于回到手机的桌面 对不对 这个时候只要一进入后台on head 就会被触发 好 我回到桌面之后 是不是要回到小程序啊 我随便点击一个就回到小程序了 这个时候你发现 是不是又执行一下on show啊 所以on show和on head 是成对出现的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一个是小程序显示的时候被执行 一个是小程序隐藏的时候被执行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来讲 app这个函数里 除了可以放这三个生命周期函数之外 还可以放一个on error的函数 它是负责什么的呢 我们来讲解一下 这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啊 来看官方的文档说 当小程序发生脚本错误 或者api调用失败时 会触发on error并带上错误信息 那这个on error一般我们怎么来用呢 来还是来操作一下吧 到代码里面我们写一个on error函数 它呢会接收到一个错误信息 一般来说我们判断 console.logmsg 只要页面出现了错误信息 我们呢就会在页面上打印出msg这个错误的信息内容 on error在真正的项目之中的使用场景 一般在于去监控小程序发生错误 然后并把错误报告给后端来实时的监控小程序 是否存在线上异常 这块在比较小型的小程序开发之中呢 用的并不是特别多 大家简单的对它的用场景做个了解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 在app这个函数之中 我们还可以写其他的任意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去尝试定义一个函数 my function 这样是否是可以的呢 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在appjs里你定义自己的函数也是可以的 那你定义自己的变量可不可以呢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global variable 这个时候保存 大家来看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 讲到这里我们把app.js这个文件就讲完了 在这里它可以去放置三个生命周期函数 同时可以放置error这个函数 还可以放置任何我们的自定义的这些方法或者变量 那大家注意的是 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些方法和变量呢 在我们的页面级别的gs文件之中 也就是页面级别的逻辑层之中呢 可以去使用 那怎么去使用呢 我们后续来说 既然它的这些变量和方法可以在文件级别被使用 也就是说在app.js之中 定义的方法和变量 实际上是一些全局的方法和变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把app.js放在最外层单独开启一个文件的原因 我们接着往下看 打开官方网站 这下面呢 有一段话非常的重要 希望大家呢 再仔细的读一下 微信小程序中 对前台后台的定义 当用户点击左上角 关闭 或者按了设备home键 离开微信小程序 小程序并没有被直接销毁 而是进入了后台 当再次进入微信 或者再次打开小程序 又会从后台进入全台 需要注意的是 只有当小程序进入后台一定时间 或者系统资源占用过高 这个时候才会真正的被销毁 通过这句话 我们就知道了 如果小程序从后台进入前台 那么哪个生命周期函数会执行啊 是不是我们写的这个 on show生命周期函数会执行啊 那么重新打开小程序 这个时候 on launch生命周期会执行 这一块 大家一定把这两个生命周期函数 给它区分清楚 接着我们往下看 在on launch和on show 这两个生命周期函数之中呢 我们都会接受到一个 options的变量 我们呢就拿on show 这个来给大家举例 options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下面呢 它也写了on launch和on show的参数 里面有这么多东西 我们分别呢 看一看 复制options 当然你啊 也可以自己手瞧 无所谓的 在这里 我们把options打印出来 这个名字可不可以启成 其他的名字呢 完全是可以的啊 就是一个参数的名字 我们到调试里面 来看一下options 打印出了几个东西 我们分别来看 pass指的是什么呢 对照官方手册 pass指的是打开小程序的路径 那我们呢 是从哪一个路径打开小程序的呢 显然是pages index 这个路径打开的微信小程序 所以pass的值就是它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query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进入小程序 外部访问这个小程序首页的时候 带过来的参数 那这里我们直接打开小程序 没带什么参数 我们就可以先不写这个参数 我们就可以啊 就拿不到这个参数对吧 好那继续往下看 有个sine的值 sine的值指的是场景值 什么叫做场景值呢 我们来看 现在场景值是1001对吧 这个时候大家点击后台 好onhead会执行 我们呢 点击一下 发现栏小程序主入口 这个时候大家看sine的值是1001对吧 说明你从哪一个入口来的 是不是从这个微信发现频道里面的那个小程序入口来的 好有的时候呢 你也可能从这个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这个微信小程序 那么比如说我点一下扫描二维码 回到这个微信小程序 这个时候场景值就变成什么了 101是不是和以前不同了 所以这个sine值是区分你进入这个页面到底是怎么进入的 是扫码进入的还是从入口进入的 这个sine值在开发之中对我们非常有用 比如说我想统计一下扫码进入微信小程序的人有多少 从这个发现入口进入微信小程序的人有多少 那么怎么来做呢 就是通过代码里面param这个值 sorrysine的这个值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 重新进一下 就是通过这个sine的这个值 就可以区分出用户到底是从哪里进入我们的小程序的 打开官网我们继续再看一看 除了pass query和sine之外 还有一个share ticket 这块内容简单的做个介绍 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微信小程序分析到一些微信群之中 如果我们想统计到底从哪个微信群进入我们这个小程序的时候 可以用share ticket这个东西来做统计 refery info指的是什么呢 有的时候小程序会打开另一个小程序 如果我们当前的这个小程序是被另一个小程序所打开的时候 refery info.appid指的就是来源小程序的那个appid 那extra data也可以接收到打开我们这个小程序的另外一个小程序传过来的一些数据啊 这种应用也不是十分常见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什么时候会出现小程序打开小程序的这样的情况呢 一般来说 如果是一个小程序2MB的最大上限超过了 这个时候没法往里加功能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考虑再见一个小程序啊 然后两个小程序之间实现来回跳转对不对 关于query这个东西啊 我们可以进一步做一个讲解 我们进入这个页面的时候刷一下页 显然是没有query的值的 那如果我想让他有一个query的值怎么办呢 在编译这个位置 大家来看 你呢可以设置启动页面的地址 那我们的地址是什么呢 咱们到这个app.json里面复制一下首页的地址 复制好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点编译啊 然后启动页面的地址 我们就设成这儿 在这里呢 我设置一个自定义的参数叫什么呢 叫做name等于del 然后保存为默认编译模式 点击确定 这时候再点击调试console query里面 大家来看 是不是就多出了一个namedel呀 所以如果你的外部入口上面带一些参数 就像这样 我访问首页的时候 如果外部请求首页地址的时候 带了一个参数过来 那我在首页里呢 通过这个 咱们来打开这儿啊 通过onshow或者onlaunch这个options 就可以拿到外部带过来的这个参数 那在页面之间的跳转 或者说啊 做一些统计的时候 这个参数是非常有用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 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 我们来看 有两个人分别呢 到两个区域去推广 我们的这个小程序 A用户 他的推广链接就是pages 下面的index index这个页面 然后问号 叫promote user 等于 A 那B用户啊 他推广的用户 他推广的时候啊 用的一个链接叫做 user等于B 好 那么通过这个链接 后面带一个参数呢 我们就可以通我们就可以确认啊 新来的这些用户到底是A推广者还是B推广者带来的用户 我们就可以根据 哎 这个A用户B用户的这个推广量来给他们去返佣金对吧 所以一般来说 呃 这个参数 加在小程序的网页的这个地址后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on-show on-lunch 进行获取 获取到了之后做一些统计的使用啊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 讲到这里啊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是这么说的 在你的appljs之中定义的这些自己定义的这些方法和变量 可以在其他页面上使用 那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 你定义的这些数据和变量 在页面级别怎么去使用 咱们打开index.js 把上面注释给它去掉 好 记得 如果在首页之中 我们想用外部的这个appjs里面的函数或者方法 需要怎么办呢 首先 需要通过get app方法 拿到appjs里的这些内容 这是一个标准的啊 微信小程序提供的一个方法 我们来看官方怎么说了 我们提供了全局的get app函数可以获取小程序的实例 那这个实例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我们appjs里面这部分的公用内容 好 比如说我在这里定义了一个global variable global 那在首页里我想用 咱们来看 我怎么用呢 首先通过get app这个方法 获取整个微信小程序的实例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 app.global variable 这种形式 获取到刚才我们圈局的那个变量了 我可以在这 console.log 把它输出一下 然后保存 在调试工具里清空一下啊 我重新刷新下面 页面 诶 首页是不是把global这个变量打印出来了 那如果进日志页呢 诶 你发现并没有打印出global 原因是 只有首页我们使用了圈局的这个变量 对不对 了解完这块的内容呢 我们再回到官网继续往下看一看 诶 大概 官网上关于小程序 这个app.js文件介绍的内容就这么多 同时啊 大家看这里面还会有个get current pages 这个东西 我们在后续会给大家去提到这块的内容 那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再看一下项目录 这个时候 我们学会了 不仅学会了配置层 json文件的这个使用 还学会了 ap.js这个文件的使用 那接下来 我们再往下继续学习 咱们点开官网看 有一个场景值的概念 场景值的概念 其实我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进入微信小程序 有不同的方式 有多少种方式呢 大家往下看 这里罗列了多少条 你就有多少条 进入微信小程序的方式 你可以通过二维码收款的页面 进入到微信小程序 还可以通过手机相册 选取小程序码进入小程序 所以进入小程序的方法 非常非常的多 在后台 在这个编辑工具里 我们怎么去尝试 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小程序呢 点击后台 你可以在这里 选择不同的场景 然后来模拟进入微信小程序 那场景值 我们怎么获取到呢 还记得吗 是不是在app.json中 通过onlunch的options 或者通过onshow的options 来获取啊 大家理解到这一点 就OK了 场景值呢 其实主要的内容 就这么多了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自己过一过 到底有多少场景值的类型 以后呢 需要做统计的时候 记得用它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要讲解的是 页面级别的逻辑代码了 刚才看注册程序 指的是程序级别的 有代码 它放在哪呢 放在app.js之中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解的是 页面级别的逻辑代码 也就是每一个页面级别的 .js文件中 不同部分 这部分的代码的作用啊 点开 我们一个个来过一下 好 这部分的代码呢 统一都放在 page的一个函数之中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点开index.js的代码 大家来看 诶 这是不是有一个 page的函数啊 如果你想写各种各样的 也有代码都应该写在哪里呢 都应该写到page里面 当然 我们在外部如果引用 公共的一些逻辑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外部 稍微写几个方法 但是真正对页面级有用的 就是 应该写在这个page 这个函数之中啊 我们来看它里面可以写一些 什么样的方法 函数和变量 第一个是 data 这个东西 它呢 它呢 是一个 对象类型的 数据 我们看 怎么来定义 data data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打开我们的代码 在首页呢 我们做这样一个事情 定义一个data 对吧 它是个对象 在data里面呢 我定一个moto 最有名对吧 be a better man 我们随便写了一句话 也就是说 在首页里面有数据 数据里面有一个moto的 这样一个数据 它的内容是be a better man 那这个数据有什么用呢 这块非常非常的神奇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打开首页的微信ml 布局的这块的代码 然后把里面的东西都清空 我们只保留一个view 这样一个标签 在里面 我们写一个 花口号的 双花口号的一个插值表达式 插值表达式里 我就可以把我的moto这个东西 写进来 然后保存 大家来看 be a better man 竟然显示到了 在显示在了页面上 对不对 这里之所以 be a better man 能够显示在页面上 是因为小程序 本身架构采用了一种mvvm的数据自强 也就是当我们的数据一旦存在的时候 页面上就可以直接用这种数据 显示我们的内容 那如果数据变化了之后呢 页面上的这个内容也会跟着变化 好了 这一块如果大家没有接触过mvvm 再来看mvvm这种设计思想的同学 建议大家客厦去简单的对这块的基础知识做一个了解 后续我们都会采用这种设计思想进行页面的开发 所以data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 我们先保存一下 它的主要意义是定义一些数据 然后视图层就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来进行页面的显示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有一个unload 这呢又是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那以前我们不是讲过一次生命周期函数吗 现在怎么又出来一遍啊 原因是以前我们讲的是整个小程序的生命周期 现在对于页面来说 我们讲解的是每一个页面的生命周期 每个页面有几个生命周期呢 首先第一个叫做unload这个生命周期 复制一下我们在代码里进行一下编写 unload生命周期函数里 console.log pageunload 在调试里面我们刷一下页 是不是pageunload输出出来了 好页面一旦被加载 那么pageunload生命周期函数就会被执行 还有一个叫做unready的生命周期函数 我们来看它指的是页面初次渲染完成的时候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会被执行 所以我们把unready也写一下 console.log pageunready 好的写完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调试窗口 pageunload载入页面之后 页面呢加载完成会执行pageunready这个函数 再往下看有一个unload 回忆一下在我们的app.js文件之中 有一个unlaunch和unshow 那么在页面级别呢有一个unload还有一个unshow 它们之间的区别呢其实差不多啊 unload指的是页面啊从 页面一开始不存在对吧 然后呢你把页面放到内存之中展示出来 这个时候unload会执行 但假设这个时候你退出一下小程序 然后重新回下你的页面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页面并没有从内存中被释放 那么unload就不会再执行 因为它不需要把页面啊 从你的硬盘里读取出来放到内存 没有这个过程 没有这个过程unload就不会再执行了 所以对于一个页面来说unload只会执行一次 那unheadunshow是什么时候执行呢 只要页面被调用显示的时候它就会执行 我们呢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console.log 配置 unshow 这个时候我们点开调试 大家来看一下啊 首次加载页面的时候unload unshow都会调用 但是这个时候我跳到后台 重新进入一下页面 你会发现是不是只有unshow执行啊 诶 它的执行和这个APP里面的 unlunch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非常的类似 所以大家类比上去做一个思考 仔细的研究一下unload和unshow的一个区别 继续我们往下有一个unhead的生命周期函数 其实它和APP.json之中unhead的生命周期函数是一个功效 我们看 page onhead 保存 我们刷一下页啊 当我呢从首页跳转到日志页 大家来看page onhead是不是就被执行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首页是不是隐藏 展示出来是哪一页啊 展示出来的是不是日志页啊 所以首页的page onhead就会被执行 那么重新回到首页大家来看 是不是首页被展示出来 那么page onshow就会被执行啊 诶 首页在最开始已经放到内存之中了 所以再回到首页的时候 不需要重新生成内存空间 那么page onload在这里不会重新执行 他只会在最初执行一次 大家一定要把这块的内容搞清楚 接着我们继续来讲下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叫做onunload onunload这个生命周期函数呢 目前来说你不容易看出它的执行时间 在某一时刻 具体在哪一个时刻它会执行呢 目前来说我们不太好演示 那这块的内容我会留在项目之中 给大家去讲解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在什么时候会被调用 我们接着往下看 有一个on pulldown refresh的函数 这个函数可就不是生命周期函数了 它是监听用户下拉动作的一个函数 我们可以尝试着来用一下啊 我们pulldown refresh console.log下拉刷新 时要使用的函数 我们保存一下 在这里 首页我们尝试下拉刷新 你一旦往下拉刷新 是不是就掉用了这个函数啊 大家再看 我再拉一下 是不是它又出现了一次 前面有一个2啊 好 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个什么事呢 你用on pulldown refresh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页面上 你一定要做一个配置 做一个什么配置呢 看有一个enable pulldown refresh 这个设置参数 大家一定要加上 你允许下拉同时配合在页面上 写这个下拉函数 我们就可以实现下拉刷新的这样的功能了 你光使用这个函数 但是你配置里没有做配置 那这个函数一样是没用的 这块大家一定要记好 继续往下 on reach bottom 这个函数 其实它和on pulldown refresh非常的类似 它是什么呀 页面上拉刷新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这个函数 比如说我们页面拉到底部了 那继续往上拉 是不是再加一加载一屏幕的数据啊 那如果想实现这样的功能 我们就要借助于on reach bottom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使用也是一样的 除了要用这个函数之外 你还要在配置项里做一个配置 做一个什么配置呢 咱们往上翻一下 点击到配置这里 我们点开 window这块 往下翻 你要配置on reach bottom distance 这个配置参数之后 再用这个函数 才可以实现上拉 加载更多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这块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大家可以自行尝试 试一下做一个上拉 加载的一个功能 我呢 因为它和这个下拉刷新非常的类似 就不再给大家具体演示了 回过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还有一个方法 叫做on share app message 这块内容我们看一看 诶 在下面呢 应该它已经帮我们写好了 一个on share app message 这样的一个demo 我们在这个页面上搜索一下 在这里 在这个页上搜索一下 发现 在这里有个东西 叫做on share app message 把它复制过来 好 我们先不把这段代码粘进来 先看 点击右上角的这个三个点的一个省略号 诶 当前页面未设置分享 对不对 你没法分享这个页面 当你把这个函数放在这个页面的GS文件之中呢 我们再来看 保存 再点击这个省略号 你发现是不是可以转发了呀 我们点击转发 你就可以把这个页转发给你的好友了 那这里它接受两个参数 一个是title 转发的标题 一个是pass 你要转发小程序哪个页面 你就把页面的路径写在这里 好 路径后面 大家看 是不是可以带一些参数啊 用来标识到底是谁分享的 或者分享的是哪个页面 对吧 我们紧接着继续往下看 回到顶部 on share app message 也给大家讲完了 那再看on page scroll on page scroll呢 我们在哪里给大家讲过呢 没有讲过 on page scroll这个东西 是什么意思 当页面滚动的时候 想想 在js之中 我们有一个 on scroll的事件 对吧 window.on scroll 当页面滚动的时候 会出发这个事件 那在小程序里面呢 当页面滚动的时候 会执行on page scroll这个函数 所以如果我们要监听页面的滚动 做一些根据滚动 然后做一些业务逻辑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业务逻辑写在on page scroll这个函数之中 这里简单的把它放在这儿啊 这么用就可以了 具体里面来写你的业务逻辑 页面滚动时的业务逻辑即可 好 再往下 我们稍微看一看 他说 你还可以在page这个方法里写任何其他的东西 不管是数据也好 不管是函数也好 都是可以的 而且在页面函数中 可以用this进行访问 哎 这个就有意思了 我们来试试吧 在这里 我们写了一个变量 叫做 test 内容叫做什么呢 叫做 hello world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函数 函数名字叫做show test 好 show text 我们写一个console.log list.test 这个时候我们定义了一个 自定 自定义的这样一个变量和自定义的这样一个函数 那如何让它运行起来呢 我想让这个show test这个函数运行起来 哎 大家来看 我呢在页面上做一点文章 在container上面 我写一个 写一个这样的东西 叫做band type 绑定一个点击事件 在小程序里面 我们绑定事件 要通过band type 绑定一个type事件啊 这后面会继续的给大家去讲解 这里大家先简单的记一下 如果绑定事件点击事件啊 我们可以用band type来绑定一个 绑定哪个点击事件呢 我们绑定show test这个点击事件 对应啊和前面这个名字对应的上 绑定这个show test这个点击事件啊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调试工具里 我们一点击大家看 Hello World是不是就在控制台里输出出来了 诶 再一点是不是反复的输出啊 所以我们呢可以在我们的代码里面 首先在逻辑层定义 自定义的这种属性和方法 诶和仕途层稍微一配合 我们就可以调用我们自定义的这些方法和属性了 继续我们打开这里来看一看 讲到讲解到这呢 基本上关于页面级别的一些逻辑啊 讲解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往下看看查缺不漏 好 BandTap我们也简单的给大家去提了一下 所以这块内容差不多 关于setData 我们来做一个尝试吧 讲解一下这个方法怎么来使用 大家来看 刚才我们说点击的时候 都要用show test这个方法 我们去改变了 去输出了this.test 把下面这个内容给输出出来 下面我换一个东西 我让它执行另外一个逻辑 执行什么逻辑呢 一点击的时候 我们调用this.setData 解写明之一 去改变data里的数据 那我们看 data里面有什么数据 是不是有个moto数据啊 to be a better man 我们现在一点击的时候 想把这个数据进行一个改变 moto 改变成 to be a better man 重置了moto这个数据 以前moto是be a better man 当被重置了之后 怎么样 变成了a better man 那数据一变mvvm框架 会自动的帮助我们更新页面 页面上我们用到了moto这个数据 那现在数据变了 页面也就自动的会跟着变成a better man 是不是很神奇啊 当然如果你想让页面能够根据你的数据变化而变化 那你必须通过setData这个方法来改变你的数据 你不可以直接这样通过this.data.moto moto等于a better man 这种下面这种形式是不会生效的 如果你这样重置数据的话 页面不会跟着变 如果你想页面跟着数据的变动而变动 那你必须通过setData这个函数来改变这个页面上的数据 这块希望大家多做一些尝试把它搞清楚 非常重要的一个mvvm里面的一个概念啊 再往下看 再往上看一下 这有一个root路由部分的内容 路由部分的内容呢 我们尽量在后面拖后一点讲解 因为它和项目之中的一些使用场景呢 有比较深的一个关联 比较生硬的给大家讲解这个概念的话 大家可能接受起来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往后拖一拖再讲解这个路由的东西 好下面官方给了我们一个啊 结合了上面基础功能 基础内容的一个官方的demo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把这个demo呢 写在你的当前的页面的代码里做一个尝试 这里呢就不带着大家去做了 翻到这儿 我们整个的内容就算讲完了 下面这个图呢还给大家继续的去深入的讲解了一下 在APP之中生命周期函数的一些具体的概念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深入的了解一下 那学到这里 其实把下面的基础概念我们过一遍捋清楚就足够了 那么回头来看我们的代码 你对配置层的这些逻辑深入周期函数 是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呢 好讲到这里逻辑层第二个部分的第三个部分的内容啊 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回过来看看我们讲了哪哪三个部分 程序级别 APP那个大函数 咱们来看 哎我们讲完了 场景值 想一想是不是我们也了解了 那现在每个页面这个配置函数 我们也知道里面的生命周期和如何定义 自定义的属性和方法了对不对 好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我们来看一下路由部分的内容 说到页面的路由呢 首先我们要讲一下页面站这个概念 页面站指的就是 存储页面的这个 内存空间 对不对 好 当我们打开一个小程序的时候 首页这个页面会进入这个存储空间 所以这时候叫做入站 当我们打开一个新页面的时候呢 新页面也会进入到这个存储空间 它也会入站 当我们从A页面跳到B页面 进行个页面重定向的时候呢 当前页面会出站 新的页面会入站 这个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 对不对 老的页面就不需要存在内存里了 新的页面取而代之 代替老的页面 好 当页面返回的时候 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A页面 我新开了一个B页面 B页面新开了一个C页面 那么当我点击C页面的这个返回按钮的时候 C页面会出站 那么B页面是不是会显示出来 好 当我再从B页面点返回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B页面会出站 A页面会显示出来 就是这个概念啊 所以再接着往下看 页面上如果有一些tab的切换的时候 这个时候 每当我切换到一个新页的时候 微信的底层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它会让页面全部都出站 只留下新的这个tab页面 好 当页面重新加载的时候呢 页面也会全部出站 只留下 剩下的这个新的页面 这块的内容 一开始大家理解起来 会比较的费劲 我觉得大家应该什么时候回过头来 再去看这个事情呢 大家在做完项目之后 最后的三节课 会带着大家做一个小型的 小程序的项目 当做完这个项目之后 我希望大家回头再看 路由这块的内容 相信大家就能够理解 这部分的细节点啊 get current pages 这个函数 是用来获取 页面站里的 所有这些页面的内容的 那这一块我们也会在项目中 带着大家尝试着使用一下啊 路由方式看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呢 初始化的时候 小程序会打开第一个页面 这个呢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路由前的页面是空 路由后的页面 就是我们打开的第一个页面 它的unload 生命周期函数和unshow 生命周期函数 是不是会被执行啊 好紧接着打开了第一个页面之后 我又打开了一个新的页面 大家来看 我是用navigate2这个函数 或者用navigate2 opentap等于navigate2 这种方式去打开一个新页面 如果以这种方式打开新页面的时候呢 当前这个页面啊 是不是会执行unhead隐藏的这个方法 那么新开的那个页面会执行unload和unshow 这两个生命周期函数 假设我不是通过navigate2这个方法 进行页面的挑战 而是通过redirect2这个方法 进行页面的重定项 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老的页面会执行unload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新的页面会执行unload unshow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好对比打开新页面和页面重定项 这两个东西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给大家做个类比 还记得以前我们有个a标签吗 对吧 然后呢 a标签里会有个这样的内容target 等于 什么什么东西对吧 如果我们默认不写target的时候 我跳转的一个网页 比如说我当前所在的网页是 a.com下面的a.hml 然后我呢跳转到a.com下面的b.hml 这个时候如果我点击了这个a标签 是不是这个页面就从a.hml 跳转到直接被替换成了b.hml 那这个过程叫做一个redirect的一个过程 重定项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a标签没了 我们直接跳到b标签去了 用b标签替换了a标签 那么什么叫做 navigate呢 也就是这里说的 打开线标签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a.href依然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加一个target等于blank的一个属性 好此时我们由a.com下的a.hml 此时我们的页面现在a.hml下 然后我点击这个链接 这个时候a.hml还存不存在 是不是依然存在 只不过我们在新开的一个页面对不对 新开的这个页面是不是b.hml 所以打开新页 在这我重新写下 打开新页面 这个叫重定项页面的区别 就在这里 一个是开了一个页 一个是替换了一个页面 所以大家呢 看到这打开新页面和页面重定项 一定要做好区分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页面返回 当我们呢 比如说打开了一个新页面 那在这个新页面上 我们点击返回 这个时候 刚刚打开的那个页面 会执行onunload这个 这个生命周期击击数 也就是它从内存中被释放了 而老的那个页面 被返回的那个页面 是不是会重新展示出来啊 那么它的onshow 生命周期击击数 就会被执行 好了 tap切换和重新启动这块内容 大家也可以自行的琢磨一下 我建议大家呢 仔细的阅读这一块官方的解释 当然有可能在阅读的过程之中呢 大家是会有很多的疑惑的 那么在后面的课程中 我希望大家带着这些疑惑 来做我们的项目 当把这项目做完了之后呢 回头来看 你的疑惑将会被一个一个揭开 然后大家也就会真正的理解 什么叫做微信小程序里面的页面站了啊 这块的内容 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就OK了 再往下看 讲一下小程序里面模块化的概念 说到模块化呢 大家一定并不陌生 那么前端发展到现在呢 模块化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个概念了啊 每一个模块里面 它变量和函数不会影响到其他的模块的变量和函数 这样的话会避免全局变量的污染 对不对 那么在小程序里面呢 采用的是Common.js这套模块化的规范 Common.js里面要求我们 当我导出一个模块的时候 需要用Expose或者Module.Expose 来进行模块的导出 那使用模块的时候 我们采用Requare这种形式来引入模块 那这部分的内容 概念上的东西呢 不给大家做非常详细的讲解了 那这块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会有专门一个章节 给大家讲解 如何把小程序里面一些公用的组件进行拆分 那拆分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就会用到小程序里面的 模块之间的互相调用 那那个时候再给大家去简单的介绍一下 小程序里面的模块化 大家就可以非常深刻的理解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逻辑层的最后一部分 叫做API 那什么叫做API呢 在小程序里面 除了我们自己写一些我们自己的业务逻辑 还可以调用小程序 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官方API 来获取原生上面的一些支持 打开API这个选项栏 大家来看顶部的API 我们点击 在这里 小程序允许我们通过request这个方法 来发阿甲克斯请求 通过upload file上传文件 这里呢还允许我们去使用websocket 去调用图片 录音 播放音乐 播放视频 去读取文件 写文件 去本地存储 持久存储 移除本地存储 去获取你当前的位置 去使用地图 包括去获取设备的一些信息网络的状态 调的你的一些传感器 小程序里面都提供给我们这样的API的接口啊 甚至于我们可以用小程序进行扫码 进行蓝牙的连接 再往下看 进行Ibeacon的连接 调整屏幕的亮度 等等等等的功能 非常非常的多 大家如果想使用这些功能 只需要到API这里来找就可以了 那这部分的内容因为非常非常的多 一一给大家介绍会非常的浪费时间 那么我们学习起来也不要去一一的去仔细阅读 你只需要大致的看一下小程序大概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能力 然后呢在真正的业务场景之中 如果要使用像这些能力的时候 再具体的来查这部分的手册 学习使用就可以了 这部分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过一遍 在项目之中用到什么 我们到这里来查 带着大家去学习一下如何查阅这个API 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或者说学习方法啊 回过头来 回到我们框架这一块 逻辑层 把上面的几项我们都简单的说明了一下 那么逻辑层的基础概念 大家掌握的应该也没问题了 掌握到这里 我觉得回到代码里面 大家看到GS里面的代码 应该都有点感觉了 你不会再觉得一头雾水对里面的东西 一点感觉也没有 现在呢 你应该大致都能读得懂 它里面每一项到底都代表着什么 每一块业务逻辑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那如果你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 这一部分的课程学的就没什么问题了 今天的课程呢 就简单的带着大家过了一遍小程序 逻辑层部分的内容 那么下届课程 我们将带着大家去讲解一下 试图层 这块的基础概念 那么感谢大家收听这节课程 我们下节课再见